近来有民众反映宜兰运动公园内的老火车头旁木造平台严重损坏 先议员黄定和到场关心 认为这样会对民众造成危险 就要求教育处要马上进行改善 因为有老火车头的关系 所以吸引许多民众游客来这里拍照纪念 相对也会来旁边的木造平台休息 结果却是隐藏危机 议员黄定和一一点出严重瑕疵 像是凹凸不平出现坑洞 尤其这个看似安全 结果却有可能让人踩空受伤 民众也认为真的有危险 县府要改进 然后这边 这样就 这边 有没有 危险 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会看 因为其实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管理上面的话 有些难免会有一些舒适 我们看到基本上我们会请通知县府 请他们留意这个部分 来这里看火车头 结果有孩子放在这里 让他们玩的时候 危机重重 像杀戮战场的 像现在这个 这样 这个 用这个去盖的 这个盖用这个去盖的 有些用補的 有些地方已经聚起来了 如果孩子在走在走的时候 每次也拨打 每次也受伤 还有后期已经盖了 也都没处理 孩子不知道 走到那里就落下去 脖子都会回去 还是说受伤 对此黄定和表示 木造平台应该全面拆除 规划蒸汽火车头 专属的 休闲园区 县政府自己要考核自己 这个地方既然要为何好时 这个要全部更新 更新好后 旁边还要做 家长 还是大人坐的地方 让孩子放在这里 算 离不开年 大人的视野 这样 旁边来整个活活 等于把活收手当成一个园区的景点 亲子活动 安全 非常活泼健身的地方 都能够融合在一起 对此教育处回应 将规划一百多万元 重新改造平台 预计九月底可以完成 宜兰匈记者张力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